107课纲是第一次从小学 国中到高中12年一贯 所以我们也非常有幸的 能够跟国小老师跟高中老师 还有国中老师三个 一起去谈谈一下 从小到大我们怎么学化学这件事情 那在这次课纲里面 也非常特殊的提到一个 叫认知发展的历程 这也是我们在课纲里面来讲 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 去了解小孩子从小到大 他的认知发展历程 到底是怎么样从这些学习中 引导出来的 在小学来讲 我们会着重于一些实作 跟观察的部分 主要是让他亲身去经历 科学家怎么去看这个世界 所以观察是非常重要的 到了国中来讲 就会以实作为主 到了高中就会开始实作为主 但是其他也引进了一些科学的理论 甚至我们所谓的专题研究 这是我们在整个认知发展历程中 所需要注意的 那我们等一会儿再来细讲讲 整个研究发展历程 到底着重哪一些的部分 在化学上面来讲 我们是从三到四年级开始 所以三到四年级的年段来讲 它的认知发展历程 着重在引发兴趣 以及观察还有亲身经验 到了五六年级来讲 是透过具体的操作经验外 见次提升运用思考能力的机会 到了七到九年级 是由具体操作切入后 引进抽象思考连结具体操作 到了十到十二年级的必修来讲 较大幅度放入了围观 基本运算与理论 推导的层次 并建立科学模型的系统性思考方式 到了十到十二年级的选修部分 大幅度放入了抽象思考之外 还有公式运算 理论推导的层次 要建立理论的模型 跟系统性的思考方式 换言之选修的部分 更重视理论的推导 跟理论的建立 接着我们来谈着 学习内容在各阶段 做次度的调整 在国小部分来讲 我们第一次引进了例子的概念 在国中的部分 我们非常注重实作 这个实作的地方有 大概每一学期有18节课 我们希望学生能够借着实作 做中学其中的概念 高中的必修 则是以基础和生活化学为主 高中进阶的内容 则做了适度的调整 有缩一些精简的部分 我们希望学生学习的是 核心的概念 在学习内容上面来讲 我们希望以社会议题 融入一些概念 在三到四年级来讲 我们希望学生能够 科技连结科学与生活 五六年级第一次 引入新闻中的科学 到十到十二年级的必修来讲 我们提到化学制程流程 对日常生活 社会经济 环境与生态的影响 在选修的部分 则是去提供学生去理解 化学化工技术与 社会法律及伦理相关的议题 换言之我们希望 以社会议题融入概念 让学生理解在生活中 它会面临到哪一些科学的议题 如何去理解这些概念 以及如何解决这些概念 是学生在学习的议程中 必须要去经历的 107课纲的学习内容 着重于生活跟实作 希望学生从生活中 学习科学概念 并将学习到的科学概念 应用在生活的解决上面 特别在生活上的议题来讲 我们希望以生活的情境 去学习中间 牵扯到哪些的概念 并从实作的过程中 沿袭到说 我怎么去解决 我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乃至于到了高三 他可能要去衔接 他大学的部分的时候 他能从这些生活的情境 跟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想想看 他要做哪些的生癌的规划 总而言之 107课纲的化学部分来讲 我们希望以生活的情境为主 纳入实作 并学习怎么探究 这个生活周遭 解决他周遭的一些问题 不再只是死记知识而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下次见 感谢观看